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从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政经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前大使清华大学副教授赵玲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陈公吉建长黄振辉建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弹大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老师 思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这一节产业消息 我们赶紧来关心的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现在华为我们要来关心它是走过低谷 是确认要正式的复苏吗 数据会说话我们先来看到几个数字 这是来自于华为的投资控股公司 在2024年的我们来看到第一季的最新的一个财报 好 现在来看到营收的部分 1784.5亿元 换算新台币达到了8000亿元左右 好 年增幅达到了36% 重点来了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看到的是 它真正到底赚了多少钱 净利润的部分是196.5亿 年增幅大家也是跌破眼镜 这个是达到了564% 几乎算是满血复活了 为何这样说 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 当时美国对华为各种科技禁令之下 是一度导致华为在2023年第一季 当时的营收降到了1321.1321亿元 如今我们来看到短短一年 现在又突然间说赚回了500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已经逼近四年前的最高峰 当时是2020年四年前的第一季 当时营收是人民币1822亿元的历史巅峰 数字是不是已经真的跟今年的第一季已经快要差不多了 专家解读说这个数字几乎就是向全球来宣告 华为已经彻底摆脱美国制裁了 真的是这样吗 接下来要转手围攻的态势是已经正式成型了吗 机会挑战今天我们专家来一次做解读 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5G手机MAT60系列 可以出货量现在突破了千万只的一个成绩 不过他眼前也有挑战 第一个国际制裁 另外还有大环境对于终端需求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接下来如何看待他会如何来持续做突围 剑长 首先就是任何一个大的企业 如果他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 整个公司都会拖垮 但他如果能够长期的这样经营下来成功 那绝不是单一理由 是很多的理由 那我仔细观察这个华为 最近我给他归纳这三点 以下这三点这是我认为的 这很重要的 他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商场如战场 他保密很重要 那最让我惊讶的一次华为 就是MAT60那个手机发布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个手机 大家整个量产 他下游有多少的包商 你去想 在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有100多家 有多少人涉入这个业务 那参与的这么多人里面 居然没有一个事先泄露 而且你更不要忘了 他那时候在遭受美国的这个打压 美国各种的这种监视他 你不能够拿到那个 拿到那个的 就是要管制他的这个技术 结果没人知道 包含中国大陆有很多网红 你可以看到 好比说这个iPhone要出来之前 一定网红会宣布是这个样子 是那样我猜什么样 他那个在发布之前一天 无声无息的 这是让我第一个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家公司保密功夫做到了一等一 这是第一 第二个 第二个就上个礼拜还是再上个礼拜 我看到这个华为明年的这个R&D 就是研发费用 我看到那个数字我也下跳 7300亿 记住它是一家公司的研发费用 7300亿 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防费用 以前在马英九时代大概是3000亿 就是说这家公司是以前在马英九时代的两倍 现在蔡英文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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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连涨了8年 今年也不过才5800亿 一家私人公司的研发费用 居然会超过一个国家 整个国防的费用 你能不能去想象 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 然后第三个 就你跟我讲任何道理都没有用爱国啦什么 我告诉你其实那都假的 你重点是它的CP值 那以前我从来不会受一个东西去影响 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好 我的物欲一望不高 我的手机已经用好久了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能打手机就好 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 它的Pureo这个70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定要买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买 因为我这样说完你就会知道 你有机会你一定要去买 我十几年前 那时候没有像这样的这个Line群组脸书 那些都是用那个email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email 他传了一个照片 他说这个照片的像素是1亿 然后他传的是一个远山 然后远山那上面他画了一个圆圈 他说你尽量去放大这个圆圈 我也想说这什么东西啊 远山含笑嘛 就是一个圆圈 我就一直放 一直放 最后放大出来 居然是一个人的脸 对着你的镜头在看 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 你怎么那么小 他的解释度到达这样子 好这一次呢 这一次Puro的他有三个镜头 我就去看他三个镜头 我先不要说他三个镜头像素多少 我去研究底下 大概五年前七年前 所谓的叫做专业相机的镜头 两千万画素 所谓的高端专业相机的镜头 五千万画素 这一次Puro 其实的是两个五千万 一个四千万 早期那一个镜头就是一个 那个摄影师叫那个大炮 而且你再想想看 那个调整 以前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那个买了一个相机 我的天 他那个技术多难调 光圈放大 什么什么什么 他这个东西三个 是三个专业镜头 极度的专业 然后他用AI帮你自动调 你完全不要调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造出来的品质 效果会多少 然后我只卖多少钱 大概只合台币 大概就是 我不晓得多少钱 然后就是几千块钱而已 万有说他的单一镜头 在以前就是几万 而且还这么重 现在他用AI帮你调 我立志 将来要能买 只要找到 我就换手机 要去买 因为那个相机的镜头 实在是大被天下无敌手 好 CP值高 等到建长买完手机之后 再请建长上我们节目 一次再告诉我们 他的开箱感受 刚刚这个建长 帮我们特别提到的 这个华为的行销策略 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 是有保密型的 这个行销策略 他也不是乱权猛打 我们来看到是有步骤性的 先来看到华为在2024年 把这个自己的产品 终端产品 视为是全面回归之年 那第一季呢 推出的Pura 70系列手机 另外电动车的部分 这一次我们也带大家看到 非常多台 包括智介新S7 问介新M5 还有想借S9等等 接下来还要期待 是5月7号的时候 华为预计在杜拜 要来发表新品 这一次的新品是什么 是MacBook X Pro 就是2024年的 笔电型的电脑了 应该是会跟竞争对手 Apple一起来打一个对台 一个线上举办的特别活动 打对台 这用意也非常的明显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说 现在好像要转功为首了 苹果接下来可能会来 如何应对 林佑老师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如果今天完全是要去打价格战 这个CP值 Apple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赢的 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过去我们会说是一个苹果的整体的一个商业链 你今天不是只有是用这个Apple手机 你连他的可能用Mac啦 用什么啦等等 都会使用苹果的品牌 那现在华为也一样 不是只有在卖一只手机打天下了 他会希望把华为这个IP 能够去更加扩展到更多的3C用品 OK那苹果要怎么办呢 其实苹果也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去跟你玩硬体较量的时候 那去年的话苹果曾经有一个V798计划 这个V798计划是什么呢 这边的话 他就是要知道说他要玩的是服务 我要跟你玩的已经不会是 比一只手机一只手机的一个比较 那是这个服务的话呢 苹果他又特别会去希望 把他去这个数位服务跟结合什么 我们讲数位医疗 今天我是不是可以去利用我的穿戴式的一些设备 不管是我们看可能是手表 Apple他的一个Apple Watch 或者是这个 甚至是今天我们的带的一个耳机 之前的苹果就曾经讲过说 如果我这些所有的设备 可以跟医疗来去做结合的话 会不会有新的突破 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我个人会觉得 华为其实现在已经有跟上欧美国家要走的 我要玩的不是跟你玩硬体 是要玩整个中命链 整个系统 整个所有的一些3C用品 但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华为下一步其实应该要走的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像小米一样 我们看到小米有各式各样的小米机器人 小米的所有的一些穿戴式的设备 或者是智能家电 这一块如果今天华为能够去结合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会让现在 所有华为的一个电子产品 会更加的具有竞争力 我们除了看到在消费性的产品 上面我们刚刚说他的这个发布都是有顺序的 人事上最近有一个大异动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为什么找人真的很重要 找对人才可以省下很多笔 这个甚至到千万的预算 华为最新发布的人事文件宣布 我们来看画面上 由于晨东来担任终端BG董事长的职位 另外原来的华为终端BG首席的运营官何刚 他会接任的是华为的终端BGCEO 稍微带官朋友了解一下这个于晨东到底是谁 于晨东他毕业于清华大学 1993年加入华为之后 他曾经在里面担任多个要教 念几个出来就好 包括了3G产品总监 还有无线产品行销副总裁 或者是无线产品线的总裁等等的 他先前也曾经公开表示说 车的BU业4月开始会转亏为盈 大陆网友现在也在猜说 这个董事长更像是个虚职吗 于晨东后续有没有可能会逐渐的走向幕后 尤其是今年终端产品非常重要 他们被视为是一个起飞年 这个人事的布局 我们请赵大使来带我们看 那个刚刚我们听两位都是那个手机专家 苹果跟华为朗朗上口 我上了一课 当然我不敢说是手机专家 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一个战略或者是一个政治角度 来分析这个事情 第一个华为 我想在座大概是我是唯一很多年前 跟他打过交道 我在非洲 那时候蛮敏感 那时候华为想要把他的通信事业 想要打入我们的邦交国斯瓦基兰 当时我是一个经过非常有趣的过程 把事情就把它划为无形 现在因为细节就不便在这边透露 但是我当然对华为的印象还蛮深刻 因为在之前我听华为是说 人民解放军的军方的企业等等 但是后来知道跟我谈话的人 他是文质彬彬 而且这也蛮有学问 而且也是清华别的 因为在非洲跟我谈 好 现在言归正传 今天于成东 我先讲 他不是退居幕后 不是退居幕后 对 因为事实上华为 这很不容易 从2020年开始 被中国被美国严厉的制裁之后 几乎是一蹶不振 一到2023年开始 慢慢有起色 今年2024年第一季 已经打破记录 开始几乎变成一个所谓的 在这个3C 全方位的这种3C 甚至加上跨足到AI的这种 多元性的通信 知性的这种产业里面 大概我们台湾都没讲什么 这是国家队 这是国家队 大陆不用这个名词 我觉得针对美国的 所谓苹果为主的这种 欧美的这种3C产业 大概算是 华为算是一个国家队 你形成 对 国家队 只是没有这个名称而已 但事实上 各位大概记忆犹新 在当初2020年 开始被美国 很强力制裁 打压的时候 那时候任正非 华为的副政人 她的女儿孟晚舟 几乎每天上新闻 那时候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住过 加拿大跟美国 联合起来 要打击这个事情 可是那时候有趣的是 各位知道 当时的媒体上 从2020年左右开始 大陆很多一些高等的一些科技产业 比较可以跨国产业 富可敌国的产 像二马 马云跟马化腾 大家都被中央 做某种程度的一个管控 任正非一直没有上个台面 所以大陆对任正非来的 我知道是他们中央的关系 任正非处理得非常得宜 就刚刚已经讲 说她这不唱高调 也不泄密 她在大陆内部的政商的运作 关系中 跟中央他们领导阶层 都保持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 对后来这个华为 能够一步一步地开始 把一手坏派逐渐打好 也就是慢慢地从力转胜 这个化为基为转基的 一个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内部的政治的支撑 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海外是另外努力的方向 讲到余晨东 她市长 她的升官 她是升官 董事长 原来这个所谓 另外一个何刚 她是从COO 我就帮观众解读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BG跟BU什么意思 BU是Business Unit 那BG是Business Group Group当比Unit来得广 所以BG是比BU的成绩要高 那何刚是从原来COO 她是一个营运长 转为CEO 升官了 年纪比较轻 对 那于是余晨东 她的专业是在哪 她专业在汽车 因为现在华为的重点 可能摆在智能汽车方面 那这方面 余晨东的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具有很多很多的科技的基础 而且余晨东 对外也是很低调 很谦虚 我个人了解 好像余晨东 被任正非逐渐地视为 她未来的接班人 因为孟晚舟 她的女儿引起很多的争议 所以孟晚舟 家人来继承 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 一些讨论 何必在 每次再惹起出来 所以余晨东 假如做得好的话 她应该会继承 这个大业 她过去是 她现在当任过 智能汽车的 汽车链的解决方案的 BU董事长 还有智能终端 这跟智能汽车 有关的一些部门 一些子公司 一些资产业 大概余晨东 无意不语 无意不语 做得非常好 所以她的升官 我觉得她不是在幕后 也不是退居幕后 她是扮演一个 将来是智能汽车 是未来华为 发展的重点的一个 领头羊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在环球发展前